歡迎繼續收看波羅咪的頻道 來到說明如何令自己容易快樂的第三集 第一集是關於 甚麼鬼呀 人生 先定義了人生 以及人生是困難的 以及做決定令自己快樂或不快樂的情況 第二集是提及自己的法律前 首先要了解自己 人性和世界 上一集提及人性的削一半 我會提及了解人性的下半段 最主要的標題是人是矛盾 以及孔子以前說過 人是聖本善 但也有另一個學者叫孫子 說過人是聖本惡 我兩樣都相信 是人同時聖本善 亦都聖本惡 那為甚麼會是善 為甚麼會是惡 其實真的善惡標準 會根據不同年代 不同時間 教育 人生經歷 甚至 可能社會文化風氣 都會有影響善惡標準 譬如如古代 我要為一個朋友報仇 我殺了他 即是好像李伯 是否李伯 隨書 三國哥隨書 然後自己逃亡 每個人都說真英雄有道義 或者大家在拜那個關公關羽 其實是過殺人遇罵 在他的手刀下亡魂 即是不計其數 但你會覺得是真英雄 但如果到這個年代 你只不過偷東西 刺了人一下 不傷的你都是壞人 跟何方你做恐怖襲擊的事 你是超級邪惡的 拉登的那些 所以就是每個年代都一樣 所以不能講標準 我們今時今日講的可能是 一百年後 又有Youtuber 可能多數不是Youtuber 另外一些媒體 講關於善惡的時候 覺得我們這個時候的善惡標準 是錯到大譜的 那沒辦法 我們人生裏面 短短幾十年 沒理由 一百年後 一億年後 大家怎麼看的 盡可能做了當下 一步一腳忍 做好自己 這一下自己 講了一些人性 即是人性是自私的 亦都事惡同體的 那 既然我裏面是 其實住了一個天使 亦都住了魔鬼的話 那我怎樣去做決定呢 我是應該要聽天使說 還是聽魔鬼說呢 因為我相信每個人 做每一個決定的時候 經常發生的 譬如我究竟買不買PS5 買也好 不買也好 買了就可以打遊戲了 打最新的遊戲了 亦都買了的話 或者賠不到女朋友 女朋友就誠意了 不高興了 搞到大家都不快樂 那 你就要自己 開始花功夫 去了解自己 為何要了解自己呢 就是因為 你了解了自己 更甚的時候 你了解其他人 或者這個世界 世界可能誇張些 你身邊的人 你所處的環境 你才能夠幫到自己 去設定一些原則 設定一把尺 還在動 設定一把尺 令到自己 每一次做決定的時候 不是雙重標準 或者是 令到自己是 明日的我 打到今天的我 再打到 再日的我 甚至是 明日的我 打到今天的我 變回再日的我 是的 因為你做的決定 普遍地不一致的話 很容易 就會出現後悔 遺憾 做錯事 明明 我要解煙 我覺得為了自己身體好 我去解煙 然後 今天我不吃了 很厲害 24小時不吃 但第二天 各種原因 令到你 吃回 因為昨天都沒有吃 今天吃回 都沒有所謂 吃少少 但你就是 打到 再打到我 令到你的行為 是反覆的 是的 因為 這件事 亦都會影響到 別人對你 怎樣看 即是 你們都經常會遇到 拍拖 或者做事 經常會出現到 你昨天不是這樣說的 你當初不是這樣說的 為何今天又變了 你又不通知聲音 不是因為 他教你 其實他自己的把尺 根本是在浮動 不斷浮動 所以 他的行為 其實不一致 導致到 你無所適從 所以 你自己能夠 維持到 想法的 做決定的 原則 或者是 把尺 的話 別人容易跟你相處 即是 別人會覺得 你都不是一個 出意反意 雙重標準 講一套做一套 雙面人 自然別人都會容易對你好些 這個 我也想說 其實做決定 除了自己 追尋自己的快樂之外 別人都會影響到你 別人做決定 也會影響到你 但 他們把尺 就另外把尺 只不過是 盡量做好自己 亦都容易 凝聚到 自己是一個 怎樣的人 亦都容易被人知道 你是一個 怎樣的人 而怎樣跟你相處 這集 可能短一點 這集 先講到這麼久 最主要是 講說 其實了解了這麼多 目的都是為了自己 你容易定一把尺 一些原則 順帶一提 一把尺的原則 其實可能會 因著你自己的成長經歷 會改變 我相信 你們 如果假設你30歲 好像我現在36歲 我20歲的標準 和我5歲的標準 一定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變了 因為我有經歷 但是因為我用了二十多年去思考這些事情 所以我做的事 那把尺的原則 基本上沒有一點變 只是少少修改 不斷修改 或者是 少少調整 容易固定自己做一個 怎樣的人 做一個自己想要的人 對 對 好了 今集說到這麼多 如果你 喜歡聽這些內容 或者是 喜歡我以前拍的影片 也好 希望大家訂閱我 威波羅咪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想聊的話 留言 因為我現在的影片是連續拍的 所以留言 之後再看 如果有機會 你們真的留言多 討論的話 我可能開一集 就是逐個回應你們的問題 如果你們有興趣聽我說的話 我都是Nobody 我是Shakebo 講到這麼多 喜歡的資料 就進去看吧 Bye 字幕作评ANT.COM 字幕作评施編 作詞・作曲・編曲 李出甦 作詞・編曲 曲 李出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